6月8日,网传辽宁沈阳一菜市场发生凶伤案遗事引发社会关注 网传视频显示,在一处人流较多的菜市场 一黑衣男子持凶器多次砍向一躺在地上的两名女性 直至人不能反抗后,黑衣男子才持凶器离去 据网传视频,事发后警方赶到现场并在周围拉起警戒线 记者了解到,此事发生于沈阳黄库区亚明农贸市场 6月8日下午,该市场多名商户向记者确认 这里确实发生了凶杀案,时间为6月7日下午2-3点 沈阳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此次凶杀案造成了三死一伤,犯罪嫌疑人当天下午就已被警方控制 据该知情人讲述,此次凶杀案的发生 系亚明农贸市场的两家商户发生了口角 这两家商户矛盾由来依求,经常互相斗气,恶性竞争 6月8日下午,记者就此事联系事发辖区派出所沈阳黄库区华山派出所 以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应记者的询问 并告诉记者,如果想要了解此事,请联系黄库分局政治处 记者多次拨打该分局政治处电话,均在通话中 明天按照 sobie 明天按照